主席 我们世卫提名的大法官 你们好 大法官的地位非常崇高 不但在品德操守能力都要高人一等 未来不管是事件也好 或是解释法律也好 都要从各个角度各个面向去做一个考量 所以今天我就从国家主权社会人权 来救教我们世卫提名人 首先我来救教我们当教授 当教授我看到你的专长 是对公法跟宪法非常的有研究 同时对于我们宪政的体制及保障人权的部分 这是你研究的一个方向 今天我要救教你 我们中华民国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按照我们的宪法 当然我们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按照我们的宪法是主权独立的一个国家 我们的总统 马先生在海军会二十多年的时候 他讲到我们国家跟对岸的中国是父不承认主权 父不否认治权 那这是不是危险 这个问题是很敏感的政治问题 不过我可以尝试这个回答 你来回答看看 就他讲的这个话的意思 他的那个意思呢 如果我没有看错 我从报纸上有看到 因为这跟我们宪法研究有关 我会注意他的谈话 那么他觉得呢 因为我们现在并没有这个在主权上面做放弃 现在就是做中华民国宪法的观点来说 虽然我们实际上没有统治中国大陆 但是对大陆的主权没有放弃 他们可能也是持相同的立场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想你讲到这点 就是说我们的宪法还是基于大陆 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部宪法 是不是要修改 一符合我们的现在的事实 我请教你 这一点呢 我相信参加过这个修宪的 大家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也就是在我们的宪法 是不是就好了 是在我们的宪法征修条文 已经做了处理 我们明明白白讲的很清楚 在统一以前是怎样 我们的我们的资钱 我们的资钱 我们的主权 完全没有办法到达中国 这是事实 所以今天马英九讲这个部分 实在是让我们台湾人非常多的遗憾 也就是针对我们国家主权的部分 尤其像这几天 我们有很多的退役的将领 到中国大陆去 在跟中国退役的将领 或是现役的将领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竟然有人讲 共军跟国军都是中国的军队 那这种想法是不是违宪 这种想法当然是违宪 其实就是在讨论主权的倾向 如果这个谈话是不适当的 大家当然要对他有所批评 我想这个部分 针对目前 就是因为 马先生 他所讲的 我们跟中国是 不承认 父不承认主权 那事实上今天中国大陆 在世界各国都承认他是主权一个国家 今天假如是这样的状况之下 变成矮坏了我们台湾自己 所以我们变成 我们都不让世界各国去承认我们的主权 这个真的是不对的 所以因此 我特别要求教你 就是针对菲律宾将十四位台籍宣判 遣送中国去做审判的时候 我们知道中国在建议的部分 非常的黑暗 非常的没有人钱 出处都讲到钱的误问 你有钱再建议就好过了 没有钱再建议就很可怜 那所以因此 对于这样的状况之下 今天我们台湾人 是不是人钱受到剥夺 我请教我们当教授 所以我们反对啊 所以我们不希望 我们的这个同胞 被遣送到对岸去 但是刚才您谈到 你要如何做 要如何做 这个如何做的这个事情 可能就不是我能回答 因为这不是我的经验 我想今天我就叫 刚才讲 就是国家主权 社会一个层面的部分 来救教你 那当然我想 今天这个大法官 我们未来对于视线的部分 我刚才讲得很清楚了 这都是要面面去考量的 那今天 不论就是我们台湾 真的是今天主权一直被矮化 所以才有这种现象 当然今天我们特别的 特别希望说 未来你当大法官的时候 你必定要去考量到 我们台湾的主权 就刚刚我第一句讲 就是中华民国是一个 主权独立的一个国家 好不好 好谢谢 那接着 我来就叫我们 罗教授 罗教授 我有看过你的自传 那我也看得很清楚 你那些学家人的 你不要说学家法吗 我 国家 如果我们非常散望 你那些人生 就非常多的著作 同样说 在很多的著作当中 我们看到 你大部分跟政治的部分 是比较相关 是比较相关 那跟法律的部分 都是有这个比较少 但是今天 我们知道 你今天为什么会被 提名当法官 其中的一部分原因 我想可能是 因为在 我们台湾 跟中国签订 ECFA 这个两岸经济合作 交过协议的部分 这个很多的条款 都是在 你 过去你炒你的 是不是这样 我没有炒你过 条款 但是有曾经 在某些阶段 提供过意见 你有提供意见 所以这样受到 马总统的重视 那我想 今天好了 我要跟你就较一个 很严肃的一个问题 我们跟中国签ECFA 十年以后 十年以后 依照 WTO的 这个 贸易协定的 这个规范的部分 将来 就会涵盖了 很多部门的 一个 行业 都把 产业 都把涵盖进去 所以未来 我们的农业 跟传统产业的部分 全物都会被纳入 那被纳入以后 我们的农业 我们的传统产业 未来就全军覆没 这个部分 罗教授 你当时 你有没有想到这个部分 要为如何来防患 我就叫你 我那个时候提供意见 主要还是法律 技术层面的问题 经济的冲击 我其实 不是内行的 那不过 你讲的没有错 就是原则上 它涵盖的范围 会比较广 相当程度的 要涵盖 这个大部分的产业 所以 假设 是 走到那一步的时候 显然我们的 产业的政策 必须要特别加强 今天 你有在参与 我们ECFA的相关 条约的意见的部分 我想这个 要特别特别的 你要去告诉马总统 未来 十年以后 很快就到 这要如何去防范 对于我们 未来的农业 未来的传统产业的部分 这个 将来 角式全部开放的部分 我们台湾 完蛋了啦 所以这个部分 你角式 你现在有去做一个 非常明确的一些建议的部分 我相信 还不至于造成你 非常大的一个责任的部分 那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 我要就教你 你是一个 台湾 第一位的 WTO争端 解决小组的一个生意 对不对 是 好 那对于ECFA 两岸 争端 处理的一个机制 目前啊 是 双方 对于是不是要纳入国际重裁 都有 不同的意见 那 你 如何看待这件事 我们当然很希望 这 争端解决有两部分 一个是 政府跟政府之间 发生 双方条约 解释的争议 另外 社会上 常常 报上 讨论的 很重要一部分是 我们的投资者 到那边去 跟他们政府产生争议的时候 要不要仲裁 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 非常 这就牵涉到 国与国之牵 还是 我们跟中国大陆是 国内 国内一部分 本习是认为 未来对于争端 有争议的部分 我们是应该要交付 有国际重裁 这部分你可以 认同吗 我觉得应该要有第三者 公正的第三者 两边之外的第三者 来参与 也就是 那个国际前的 第三国的一个重裁 对不对 好 谢谢 那 那在这边 我要特别 就叫我们 陈法官 陈法官 我也看过 你的 这个 相关的 资算 也刚刚听到 早晨听到你的报告 那其中里面 你有谈到 你有处理过 这个 土地 共有 依照 土地法 三四条 之一 这个 一些裁判的部分 那我要就叫你 就是说 我们土地法 四十三条 登记有绝对的效力 登记有绝对的效力 今天我们的土地 虽然是登记的 但是 过去 我们知道 土地使用的部分 早期 可能几十年 或是他祖先 就已经在这个土地上 这个土地所有权的人 就同意他带 新建 一直使用到现在 早期都没有争议 现在呢 土地所有权的人 就依照土地法 四十三条的部分 去主张 登记有绝对的效力 所以 目前 我们的法院 几乎 判决 几商务的部分 必须要 拆除 迁移 来归还土地 给土地所有权的人 这个部分 就跟我们的 宪法 第十五条 里面规定 人民之生存钱 工作钱 及财产权 应受保障 那这个是不是 违宪 今天 我们很多 看到 很多 法院的一个判决 真的是 非常的离谱 最起码 这个从过去 早期 祖先 一直在土地上 使用了几十年 公然和平的使用 虽然土地所有权不是他 但是最起码 也应该要给 这个第三物人 所有权的补偿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 很多的判决 很遗憾 法官就 不做 这个任何补偿 就叫他迁移 让他流离失所 我想 我想对于这个宪法 第四五条的部分 是不是违宪 是不是可以 请我们陈法官 你做一个说明 回委员的提问 这个刚刚如果 按照委员刚刚所讲出来的 这种事实的话 一个是所有权 一个是一边是所有权 一个地上权 一边是使用权 对 地上使用权 如果这个使用权 已经取得了地上权的话 就是没有 没有登记地上权 但是他已经公然和平使用几十年嘛 但是基本上这么细的部分 我只要问你 是不是有违宪之宜 因为变成了 对于 现在就是说 宪法第四五条的部分 是不是有违宪之宜 你能不能 就简单的答复一下 好 因为就是刚刚我也提出来 如果这个使用人 能够提出他是地上权人 同样是务权的时候 那么他是地上权的时候 这个所有权的所有权 就会受到限缩 什么啊 过去以后 在诉讼当中 当然一定提出 不管是接水接电 或是纳税的一个证明 结果法院通路不采信了 但是 今天我不要跟你谈太多的细节 我们希望说 这是属于一个违宪的部分 将来我们会提 请你们去做一个 视线的部分 这个可不可以自己做一个视线 这个法官 你答复啊 可不可以做一个视线 我想我们视线有视线的条件 那如果合乎条件的话 当然是可以申请的 好 我想这么细的问题 也没有办法在这边说明得很清楚 接着我来就叫我们 那个 王法官 那在外面传闻 外面传闻 在省建小组里面 你并没有在名单里面 那今天最后提名的 马总统竟然可以提名你 这个部分 你可不可以做一个说明 我不知道省建小组的名单是如何 我是经过那个司法院推荐的 那这个 省建小组审查如何 我不知道 那马总统是有提名我 那 当然是很高兴就受到肯定 既然被提名了 我希望说你去珍惜 你这个把过去 过去有这个受到我过病的 外界过病的部分 你去好好去改善 让你的未来的生意 能够受到社会大家的尊重 当然我在这边 我有一个问题想要救教你 就是说我们这个说法剂 以这个被检验出来以后 很多的食品 饮料 以及药品 酵素等等 被检验出来 那卫生署当时是为了要 要终止这个事件的扩散 所以进出D-Day 那今天呢 我们看到D-Day也破功了 那 吴院长说 他要将这个所有的 有这个有塑化汤 有塑化剂的这个 物品的部分去焚烧 就像林车席 过去烧这个 这个马飞一样 所以你对这个件事的看法是如何 那另外的 还有一个就是对这个黑心厂商的部分 你要如何去做给他们一个 严厉的一个惩罚 这个就看法律 法律要追究 追究到底 依法追究到底 还有这个请求赔偿 这方面要彻底去做 还有拆卖 拆卖 下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